這個其他考額 加 是等級 這個是叫烤機 這個叫烤坪 還蠻奇怪的 為什麼要兩種 一個9192年 這個總烤坪 所以我需要把這三個 相加除以3 或者是用Average也OK 所以怎麼做呢 第一個一樣 插入函數 V6函數 然後Value是這個 Table Array F3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烤機嗎 還是烤坪 烤機 烤機 假 好 烤機是假 好 OK 那如果錯沒關係就再改一下 那對照表的哪一個 第二欄 0 這應該沒問題 按確定 才會按它的分數 它有三個 所以其實可以這樣子 做好一個複製 加上 貼上 把這個 改成這個 對不對 那再加上 那再加上 跟正眼 加上再貼上 把這個 改成這個 那把這個 改成什麼 或者你可以再按F3 再點它按插入函數 把這個 把這個刪掉 按F3 改成烤坪 按確定 好 然後 或者乾脆你把 烤機 改成那個烤坪 就可以按確定 最後平均 那平均你可以用Average 或者是刮糊 錢 刮糊 或刮糊 除以 3 有沒有 相加了嘛 除以3 不就是總平均了 打勾 OK 鄉下填滿 全部做完 這樣還蠻方便的 但如果你不會這樣做 就頭痛了 以前的話 看對照表放旁邊 慢慢再比對 我相信 現在辦公室 還是有很多人這樣在做事情 那這樣 如果在這樣做事情的話 一定非常沒有效率的 好 那比試成績 等於什麼 這個的成績 乘上0.3 加上 這個的成績 乘上0.7 打勾 合計的話 那就是把什麼 把它等於 這個成績 乘上0.6 因為它上面有60 加上 這個成績 乘上0.4 打勾 當然它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不過已經是啦 但是你現在下了填滿 它本身就 但是這個時候是格式的第一位 如果你要確定是 那個 資料的第一位的話 記得加上什麼 Round 這好像前面講過了 豆點 1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才會是 資料的第一 這個第一位 因為如果你這個地方沒做的話 它原來是 原來這樣 你可以看那個 小數點原來是44 那如果你 你如果加了Round之後的話 它就自動怎麼樣 變40 資料裡面的 才會是真正的把那個0 給去掉 OK 最後就是取小數點的第一位 名次的話 你可以直接 乾脆把合計 Ctrl Shift向下 直接用這個方法 Round 所以這邊的話 有統計 統計裡面有個叫Round EQ Rank 跟著你講 Rank EQ 那在那個2007以前版本是Rank 這邊它改一個EQ OK 按確定 那它的 成績 在這個範圍 Ctrl Shift向下 按確定 排第幾個 OK 那特別注意 記得要把這個範圍 鎖起來 F4 打勾 但是最後有個問題 領主 辦事員 助理員 還要再做一次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有個偷吃部 做完之後有沒有 站在Shift著 把這幾個選起來 油標放上去 打勾一下 就打勾喔 為什麼 打勾 那你不要向下填滿 因為他們列書不一樣 打勾的話呢 他會幫你怎麼樣 把你剛剛做的那些公式 複製到其他的工作表 這邊一樣 所以只是打勾 那這邊最後 名次可能要改一下 因為它是40 其他可能不是40 好 打勾 記得取消 取消 取消是點 不是點他們每其同一個 是點其他的等級好了 再點回來 然後你會發現公式有沒有套過來 有 但是你要自己再去向下填滿 因為他們的那個列數不同 所以你必須要重新再一次 那這個範圍 它是40嘛 那可是不是40 你要去自己再去變更一下 所以變成說 這要改一下 101 這個數字 打勾一下 向下填滿 做完了 這個 這個 一樣 一下不是全部做完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呢 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人事考評做完 做完之後有沒有辦法 假如我不要用那個函數 我用VBA來做 可是VBA 有四個工作表 怎麼樣把四個工作表做完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謝謝